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见到这个密室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逃避战乱 二是为了存报金银财宝 慈禧是个十分贪婪的人 对于别人给他送的礼 他从来不会客气一下 照单全收 他爱财到什么地步呢 当时清朝被入侵 北京已经撑不住了 他被迫迁到了西安 然后西安当地的贵族们 开始讨好这个还算统治者的慈禧 就开始纷纷的送礼 慈禧一下子便忘了痛忘了羞耻 在北京战火纷飞 人民颠沛流离的时候 慈禧开始抱着自己的金银财宝 笑得合不拢嘴 北京的荒凉和慈禧门前送礼的人流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件事情流传开了之后 大家不但没有造反 反而更多官僚为了巴结慈禧 开始买礼送礼 国家的颓势无人管理 可是统治者阶层 却进行着贪污受贿 慈禧干的事真是让人感到羞耻 看看当时我国的海军 装备没钱买 部队没钱训练 怪不得打不过日本 可是我们想想 如果当初把慈禧的小金库全部充公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 小伙伴们是不是也在庆幸 没有生活在慈禧统治的年代呢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